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为了鼓励台南市妇女多多生社会活动,社会局今年3月开始办理潮流电影读书会,透过每月一次的电影聚会分享且讲述性别一题与一事,日前也结束今年最后一场电影读书会,代理市长李孟宴特别出席颁发学员全情奖。 不过,社会局说起活动的缘由是因诠释高达八成妇女一年内未曾参与公开活动,社会局前年底调查妇女生活状况,发现高达八成的妇懒一年未曾参与任何公开社团活动,平时也未参加任何学习课程。 因此,今年3月起,每月固定举办一次电影欣赏,并且由詹叶老师赢导讲述其背后的性别议事与一题。 詹靖嘱咐说,因为家务的关系,较少有外出休闲的机会,不过,八成的数据仍然让人吃惊。 社会局解释,这次抽样是1000名18岁以上女性依人口比例电坊,条件限定在社团活动及学习课程。 因此,朋友出游或家庭聚餐不散在内。 另外,平远地区的学习资源不像市区这么丰富,种种原因影响下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李孟燕当天也出席颁发全行奖给学员,他说,台南市女性人口近94万4千人,已多于男性近2000人。 市府考量女性角色及其对各项福利服务需求日趋多元化,因此提供许多支持服务,只有促进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评。 律语各项政策从规划到实践才能真正与女性发生关联,进而达成性别平等的目标。 我说,ình语之后,你应该有嘄进冠评件,正在沙粒上达成空的评件。 我说,很严重。 如果你未经许,你应该有评仇的催儋力,你应该有评仇的孔定许怎么评仇的?